歡迎 有少少仿余格勢的感覺 很久沒見了 這個畫面既熟悉又陌生 阿荔一說完後 我們剛才想想一下 好像回了母校的感覺 一進門口就碰到大哥 然後有很多同事還在 你還在做 去到每一個點都是充滿回憶 在樓下的廁所 我們都留多了 都在七八分鐘看 很過癮 他們一來就說 這是我們新同事Woody 這個未見過 主要是新同事在黃昏打後 就會出現上班 我們這些歐師傅 我和姊佳就繼續坐在這個時間 不要這麼說 而且Woody也不是沒見過 他喜歡的時候已經找我們做表演 嘩 剛才才相認 又來小時候聽你的那些 為什麼沒有校 是因為原來Woody真的是我們師弟 又相認 都是讀中學的 真的 你剛才不說的 我忘記了 他直接忘記了 他經常說他是Tyson Yoshi的同學 那當然是說威風 我自己也是這樣說 那時候請農夫 我自己也是這樣說 我自己也是這樣說 剛才問他為什麼當時請我們 他說因為請不到其他人 價錢相宜 好像我們現在的客戶都是這樣 同一個理由 因為是師兄 所以比較容易請你回去表演一下 分享一下 當時有請到的 當時有請到的 好像沒有付錢 沒有付錢就沒有清楚了 Woody也有說 聽農夫也是HIP HOP的筋 從小到大 可能追溯到小學 小學 那你的筋也不太穩 差不多了 很淺一點 很地蹲的 很香港本土 多久很久沒見 就先講講這些開場的客戶 我想青青學迷很想知道 或者喜歡農夫的朋友 既然一場上來了 都跟大家講講 其實這幾年 你們的音樂 或者你們在搞什麼 忙什麼 因為一開Live的時候 其實不少你們的永等已經問 是不是要開場了 香港什麼時候開場 不如先跟喜歡你們的朋友說一下 是嗎 姐姐 這裡寫小 什麼時候開場 可以了 可以了 先問你們 你們是否先發達 剛才我們一進來 已經碰到Rita 然後她說 等一下上去不要講那麼多垃圾 講回自己的歌 是不是真的 真的 第一個問題 其實這幾年 主要是這一兩年 大家都猜不到我去讀書 讀了一個音樂的課程 在鼎鼎大名的伯克利音樂學院 上網讀嗎 像張建軒買給熊家豪的計劃 是呀 你唯有是這樣 因為疫情又飛到 讀了一個音樂製作的sert 讀了一張 剛剛畢業了 終於都在今年的七月 這是真話來的 真不當然是真 我以為你讀過電影的東西 因為她最近有一套自己出品的電影 所以就是這樣 那個就是不是讀了 那就是無緣無故去做自己不熟悉的東西 出品就給錢就可以了 掛名字 不就是學習一下 那個就是給了學費 那你呢?陸榮 這兩年的時間 臭女 其實我想我們都不止兩年沒有見 很多了 我們看回Wiki她上次出了碟 不算去年 其實他們去年也出了碟 不派給我們 應該是小宣傳的 去到2016年你現在沒有 但將來會有那隻碟 是呀 沒錯 也不是什麼不派給你們 我們真的沒有派 為什麼不派呢 其實去年出的那張專輯 叫農夫散文集 今年出的這張專輯 叫農夫鏗窗集 其實是兩個姐妹作 那她有什麼關聯呢 待會講到就講 但是主要為什麼 之前那張專輯不派台呢 其實是一個 我們原本想著很理想的做法 就是整張專輯 所有唯一能夠聽到的渠道 就是在我們的現場 以前的黑人音樂是這樣的 是很早期 就是你沒有灌錄唱片的時候 以前是這樣的 要你聽我的歌就來 對啦 我覺得這個音樂有價值 第一是這樣 第二是為什麼會找不到一些歌 來派台呢 因為那張專輯相對是 不知道哪一首歌 是代表我整張專輯說的東西 都不知道怎麼派 如果我派這首歌 你以為我整張專輯是這樣的 那這樣就慘了 所以為什麼它應該是一個現場演出來的呢 因為我們可以在現場演出解說 我這首歌到底在說什麼 或者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但是結果是做不到 很多現場演出都誤解了 給大家 當然是 所以我們這次更加要做 原來你真的要說的 有些事情 本來的想法 演唱會就加上新的發布 到時候才明白 沒錯 但是現在發現 咦 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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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在這幾年 籌備這個孖專輯呢 其實你說兩年時間 做了兩張專輯 在我們的農夫來說 是很極限 我們很柔 以前一直做得 以前我們簽過一些 一些大型的唱片公司 經常都有這個要求 一連一張 一連兩張 我們每次都達不到 所以那張合約 不停在延後 不停的 所以這麼多年 其實你們沒有變的 都是這樣 不是啊 現在很勤力 兩年做到兩張 這個想法是怎樣 一次過就想要有 有鏡窗集 有散文集 還是什麼會引起你們 不如我們跟你們的說法 就是我們勤力一點 我們做兩張專輯 我猜第一 首先是做音樂製作的技巧 成熟了 當然中間有經歷很多訓練 我覺得最有幫助的 除了是讀那張專輯之外 就是之前我和Randy Chow 一起做了兩套電影的配樂 有一套還未上 那個訓練是你要做所有的 電影配樂就是這樣 我們兩個是小提琴又是你 大提琴又是你 Synthesizers又是你 結果那個訓練就很大幫助 對做音樂 第一是這樣 第二就是我們閱讀了很多書 這個以前不敢說 是好像別人覺得你說笑 你平時喜歡做什麼 看一看書 全部覺得你開玩笑 我剛才也問你是否認真 一年來讀書 就是這樣 會不會這麼裝作 會不會太誇張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誤解 那那些歌詞是怎麼來的呢 你一定要有進入才有這個輸出 確實是因為這幾年 這幾年又認識到一些聰明人 可能一些學者 諸如此類 又發現原來人家真的看很多書 才有今時今日 他們又會介紹一些 不如世侄 你也看看 成熟一點 結果我們也有在很多書籍 拿到很多靈感 才寫到這兩張專輯 即是吸收吸收 然後發現 我都開始有些不同的角度 想發表 沒錯 有沒有東西補充 有沒有東西補充 陸泳是有份一起看的嗎 陸泳是有份一起看的嗎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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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很神奇 有些事情 大家都在不同的渠道 可能有一些書一起看 有些所謂必讀的書 會一起看 有些就是 大家都在不同的渠道 接收了一些訊息之後 就覺得 咦 我們好像也要說一下這件事 這樣 即是有東西想說 是的 真的有些東西想說 其實可能真的不同了 我們以前都簽了一些 譬如唱片公司 可能那時候那種製作 一定是 你現在要交多少首歌曲 什麼類型 但我現在來到這個時候很好 因為大家都已經不知道 什麼類型為之好 什麼類型為之會行 我們不就只做 我們自己想說的東西 即是想說的東西 甚至想做的類型 所以當初可能回想兩年前左右 開這個項目的時候 是先列出所有的題目 即是想說什麼題目 寫出來才慢慢做歌 其實不是兩年前 可能是四年前 題目來說 很想說的題目 四年2020 但是這幾年都很多事發生 其實 可以很多事加入 或者減減 可能會再調節 有機會那個價值觀又不同了 你很厲害 我們確實有一些歌 是 我們有一些歌是同一個題目 但因為 變化很多價值觀 一路變變 變到我們最後 出來不是原本那首歌 我們有一些歌詞都改了 可能五次這樣 很多 那首歌 很多 因為突然間 世界快到 好像 立刻不是這樣 過了半年 已經不是這樣 所以現在要 整件事就是 當刻 農夫覺得這件事 是怎樣 你可以這樣想 我們說的那件事 可能比較 命題比較 永恆少少 沒有那麼即食 即是不用說 這件事這麼快過了 不是那件事 有一點點 永恆 散文集 過了十年之後 看回還是有感受的 不肯定 十年後 真的不肯定 但總之 未必是回應 一些最熱情的東西 對 可能是你們提煉了 或者這幾年吸收了 沉澱 這件事可能可以講久一點 是的 當然我們吸收那些資訊 或者知識 就覺得原來這樣 化在我們生活上 變成一首歌 是可以有趣的 或者是 我覺得這個訊息 是值得跟大家說的 這個也是在我們做這兩張專輯 其實老實說 做到超過二十年 到現在 才是想到原來農夫是要做這一種rap 即是我們最流行的rap 是原來我們是完全不懂做的 做了這麼多年 譬如一些所謂的爽歌 你聽完就很棒 因為hip hop 也好trap 也好drill也好 它有很多節奏 可能節奏已經很棒 你最好的歌詞令我爽 第一原來我們是做不到的 很不爽的 努力了這麼多年都不行 總是說不到這件事 第二就是原來我們是做 可能不喜歡做 一種很流行的 topic 就是一些distract 喜歡跟別人喊吵架 你最近最流行的 Not Like Us 就是一首這樣的歌 Kendrick是嗎 原來我們是做不到的 原來我們只能做的 就是我們現在做的 可以稱之為意識說唱 Consious Rap 不是意大利式 是有意識的說唱 意識流 即是你接收了一些訊息 你認為值得在歌上說 就告訴你喜愛你的人 就是要有農夫那種隨 聽到農夫的歌 也希望接收到同樣的訊息 這個我也是 譬如現在聽了十多分鐘 我也想問 以前和現在 或者世界不斷在變 甚至你們也有不同養份的吸收 剛才也有很多條例 你現在做這兩張專輯 你覺得在製作上 和以前的農夫 大不大分別呢 或者禮爺說到農夫那種隨 其實還有多少 甚至是一個新的農夫 你會如何界定今天的你們 我想是有很大分別的 尤其是在散文集開始 它不是很好笑 因為它不是很好笑的作品 你鏗窗集也不是很好笑的作品 如果大家一開始 我猜很多朋友認識我們 或者聽過我們的作品 都很好笑 挺有趣 現在相對說的話 就不是很好笑 會不會是個人沉穩了呢 可能都真的是 其實我們一向是這樣 但是奈何 你所謂農夫那一陣隨 是屬於一些 大部分人聽過你 其實大部分人聽過你 就是你最HIT 那些派台歌 其實他都是 其實大部分人 都覺得你是風生水氣 其實是不是永遠都是 那種興奮 但劇歌是佔我們很少很少部分 或者有時候都是這樣 大家認知你們是這樣 甚至你知道他們想要這首歌 好了 上到紅館 我就有多給你這些 會不會是這樣 以前可能也是這樣 而且我猜以前沒有一個機會 首先我們都覺得自己好笑 但以前沒有一個機會 我會不會讓你告訴別人 其實我挺好笑的 所以你常常套到Rap 對 靠在歌上 現在就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認真的 對 我們想說一些緩衡一點的主題 或者是沉重沉穩一點 現在有其他渠道可以告訴你 來吧 讓我哄你開心 那今天你覺得音樂這個渠道 現在的農夫 又是會發放些什麼呢 就是搞笑你看我的Flex 或者搞笑你看我的其他地方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雞精 就是將我們學到的知識 我們想到的一些價值觀 你可以在歌上雞精這樣接收 我很希望聽我們那些歌的時候 你會想一想 就是你會想一下那件事 我只是啟動了你這個思考 我都覺得贏了 所以演唱會都是已經籌備完成了 準備跟大家說 我們什麼時候開場了 這個Tag這麼好 好順好自然 好舒服 吃蛋撻 又有一點點電視台的感覺 哈哈哈哈哈哈 你怎樣啊 不是 演唱會真的沒有籌備 不是 我們之後是籌備了一個演出 在11月的時候 那個其實又不是一個演唱會 雖然這樣說好像很趕客 我不知道不肯定 那個是一個講座 是啊 不要這麼趕客 是啊 可以是這樣 這次我們真的想 好 每首歌清清晰晰晰晰 告訴你為什麼寫這首歌 是世界發生什麼事 令我這樣呢 你認不認同呢 到時 是一個講經會 放心現在很流行講經 OKOK 演唱會會有的東西 例如歌 歌我們是會有的 會唱的 剛才不要以為只有講座 就沒有你歌 其實我們也可能是跟你說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首歌 之後就唱那首歌 或者唱完那首歌 解釋一些東西給你聽 其實是這樣的 心碟發佈 也是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們兩張新專輯的歌 都會在一邊唱 即20首 這20首歌一定會出現 都很大機會出現很多 然後你的朋友說 我想聽風生水起的那些有沒有 對 對 即是想回顧懷舊一下那些 同時也都 講座會不會照顧到 我們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 即是市場的關係 第一是 那個和 即是這堆歌要解釋 你聽完是可能會覺得更好的 《戚餐樂壇》繼續陪你熱鬧樂壇 直下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個鐘仔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